你會介意你一邊講話 我一邊吃蛋糕 反正我們講的你也沒有在聽 我再聽 我認真在聽 那個時候其實說真的 你們打的功 你們 蹲下去 塞車 你不可以塞車 這樣你的意思 不就說我愛去塞車來塞你囉 來 瑪利歐 其實我覺得我們只是食運不济 運氣不好 真的嗎 他們是含電湯匙 他們是含金湯匙 電湯匙很危險 我們含著會吃 他含電湯匙 所以我們如果說今天我們要是 情況好 我們也當然是希望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是沒有錯 只是食運不济 那我們那個時候 你會介意你一邊講話 我一邊吃蛋糕 反正我們講的你也沒有在聽 我在聽 我認真在聽 那個時候其實說真的 你們 你會比我辛苦 我容你 推下去 再講話 勇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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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今天來這裡給人家照顧 沒關係 沒有 沒有 我們就是 我們其實我們也是辛苦 只是沒有那個好的運氣 好 那個時候為了要上一個通告 那時候剛出道通告少得可憐 我記得憲哥那時候有一個節目就是 好像是我猜吧 他棚內有分棚內跟棚外 然後你的大節目怎麼說 然後就是 你怎麼不敢 我猜 那個 憲哥穿韓 你真的好適合眼尖穿刻薄的 那我講還是很清楚 問題是那個時候是 我是你的人 對 然後可能就硬塞 硬塞 你的人硬塞 你簽 憲哥那時候那麼糊塗 不是 他在我公司是擔任司機的工作 對 憲哥不要講 擔任司機 他開不到兩次車 因為我沒有駕照 那你再高駕駛 這個王八蛋說要來當我的司機 我就用了嘛 對 有時候司機來開開車 我還給滿多 一個月給四萬 四萬五千塊 四萬五 然後我沒駕照 你們良心默默看 四萬五是二十幾年前的嗎 因為很高 憲哥對我是沒話講 他說他那個時候我剛簽進去 我說 憲哥其實我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他說那你一個月多少 我說我一個月五萬 哎呀 那我憲哥沒有辦法給那麼多 四萬五 我們 你前半年 你賺不到四萬五 我給到四萬五 公司只有我這個藝人是這樣 只有我這個藝人是這樣 其他都是要靠自己 我記得在中視錄影 然後憲哥錄完 我就幫憲哥背著書包 他拿鑰匙說 Mario 來 那個車幫我開過來 我就說 憲哥 我不會開車 好險喔 我站在那邊 寒風中 什麼 臉部抽絮 淚水快要奪框而穿 你不能塞車 這樣你的意思 就說 我愛去塞車來塞你囉 然後憲哥那個車子 S600 對啊 全台灣只有三部 我 BARBERS改裝的 憲哥就說 你看你都胡說八道什麼 誰 S600 那一部車要六七百 我是S7300 更高級 那一台可以買三台S600 好 但是這麼便宜 我還是坐過來這一點吧 等一下 空氣比較稀奇 怎麼啦 不是 沒事 等一下 先 這樣下去了 那有錢人 那是軟的 軟的 算了 好 沒關係 你講我認真聽 在哪一個 那個時候就對憲哥很抱歉 因為我真的 因為公司分配我的工作就是 當憲哥助教說 你今天跟著憲哥學 憲哥也沒有剩下說 我開這個車啊 沒有幾個人敢開 真的喔 後來你真的開 我還坐後面 然後憲哥 憲哥 憲哥就說 憲哥就說 嘿 喂 瑪利歐來坐旁邊 然後還開開就說 瑪利歐我們去吃個宵夜好不好 我說 好好 我們去吃那個什麼肉粽王什麼 到時候憲哥說 你先下去 我去停車 憲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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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為了賺錢 你花那什麼冤枉錢 我為了賺錢上憲哥的節目 那憲哥節目有分棚內跟棚外 那我這棚外 在六福磚要跳水 一個高台跳水 跳那個水七千塊 我不會游泳 用生命耶 硬跳 可是問題就是那位說 瑪利歐你不要怕 下面有救生員 就是你不可能馬上就一下去 一過水 啊 死了 不可能那麼快 很難講 有時候會滿強的 快 我就跳 然後 然後他說 瑪利歐你不要勉強 如果真的不敢 就不要跳 因為有四個人 我前面是馬國賢 嗯 我排第四個 然後到馬國賢 馬國賢真的不敢跳 他就說 那我不行 不能跳 然後就在那邊過來說 馬哥 你現在是一定要跳 我們四個人裡面 不可能兩個不跳 我就硬著頭皮下去 對 就是為了要賺這個錢 還有我打的工 比他們這些人 全部的人加起來還要多 我也是這樣辛苦 但是問題就不得志 沒有辦法向他們揮霍 我買三棟房子 你手上有一座金鐘獎 金鐘獎算什麼 那個 那個沒有辦法帶來實質的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那個沒有辦法帶來實質的 我們要生活 我們不能說去吃麵吃飯 帶一個獎座 老闆來 大碗牛肉麵 我有金鐘獎 然後老闆說總共120 先結帳 老闆 看到沒有 金鐘獎 還是要120 好 一開始 是 … ief